好 那麼這一節呢 我們來談到矩陣的對角化 這個matrix 它的diagonalization 那麼 這個diagonalization 它是一個矩陣的 一個有趣的性質 它是當這個矩陣 如果它有辦法跟一個diagonal matrix 互相是similar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diagonalizable 一個可被對角化的矩陣 可被對角化的矩陣 在很多應用裡面 都蠻有它的 使用性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定義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個例子 那麼一個矩陣它是diagonalizable 如果它存在一個 diagonal matrix D 以及一個invertible matrix P 使得A能夠表示成P D P inverse 的話換句話說 P跟D 對不起 換句話說A跟D它是similar 這時候我們就說它是對角化 它可以可被對角化 那麼可被對角化的矩陣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下面來看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 stochastic matrix 以這個stochastic matrix為例 那麼A矩陣如果是0.85 0.03 0.15跟0.97這個例子 那麼這是一個 這個人口的這個 移動的這個範例 我們在學習一開始就有 就有舉過 以這個stochastic matrix為例 那麼 我們那時候就是 用這個矩陣來model說 一個 一個城市裡面的人口 85%在明年會留下來 15%會留到suburb 那suburb裡面的人口 97%會留下來 3%的這個會進入到這個C體 那請問你一年之後 它的人口數會變多少 那這個當然就是A來乘上P 那在明年呢 那就是A平方P 那麼在如果說M年之後呢 它就是A的M字方乘以P 那當M居進無限大的時候 是多少呢 我們這個 如果你按一下計算機 它是會收斂的 可是那個收斂最後的結果 是多少 這個或者是說 我們講這個 我們如果想要去 求出任意的M年的話 那麼A的M字方 我們有沒有辦法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計算 那麼今天呢 如果要你算A的M字方 以這個複雜的矩陣來講 以這個複雜的矩陣來講 光是算A的平方 就已經有點讓人覺得有點煩 何況是讓人算三方四方 這是M字方 那麼 如果要算矩陣的M字方 你覺得你會比較喜歡 算哪一種矩陣的這個次方 當然是對角矩陣 因為對角矩陣的M字方 就是每一個Diagonal Entry 都直接M字方就可以 那麼 可是A矩陣 它並不是一個Diagonal Matrix 它有沒有這樣子的 簡便的算法 那答案是因為 答案是 如果它是一個Diagonal Lineable 它是一個可對角化的矩陣 它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比較簡便的算法 我們把它秀在下面 今天這個A矩陣 它事實上是Diagonal Lineable 因為當我們把P選做這個矩陣 把D選做這個矩陣的時候 那麼這個A它就會等於P來乘上D來乘上P inverse 好那麼A矩陣是這個樣子 那麼A三次方會是多少 A三次方就是這三個矩陣連續乘三次 那今天我們利用到的是這個P inverse跟P 這個中間P inverse跟P 它會相乘之後變成I 那I因為跟別人的相乘都不會改變 所以呢這中間P inverse P通常都會互相消掉 那消掉完了結果 就變成是連續三個D相乘 就變成D的三次方 就變成D的三次方 所以呢 A三次方的算法 你可以是用D的三次方先算完 然後在前後乘上P以及P inverse 你就可以得到A三 那麼三次方是這樣算 M四方也是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算 以此類推 A的M四方 它就會是D的M四方 前面乘以P 後面乘以P inverse 好那D的M四方是多少 D的M四方就是0.82的M四方 以及E 好那P跟P inverse 還是原來的這個樣子 那麼經過化解 算出來的結果是下面這個式子 當M去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這一個0.82這一項 通常都會去近於0 所以整個東西 整個人口就會去一個穩定的狀態 好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項看出 可對角化的矩陣 它是還蠻好用的 就是你要對一個可對角化的矩陣 連續整個M四 那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計算 好那今天問題來了 就是說今天這個A矩陣 0.85.03.15.97 它可對角化 然後呢 我不但幫你找出了這個D矩陣 這個diagonal matrix 我還幫你找出了這一個 這個invertible matrix 這是如何找到的 這是我們這一節要探討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一個矩陣它是不是永遠都是可對角化 好 是不是任何矩陣都是永遠可對角化 那如果是 好 那如何判斷 好 那判斷完之後如果它認識的話 我們如何去算出它的這個 對角化完之後的P跟D 這兩個矩陣 這是我們這一節要探討的這個問題 好 那麼很遺憾的 並不是所有的矩陣都可對角化 好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A矩陣如果是0100的話 那麼A平方呢 它就會等於0 它就會等於是0矩陣 好 那麼 假如A是可對角化的話 那麼 就會存在 P跟D 使得A等於P D P inverse 好 那A平方也會等於P D平方 P inverse 0 這時候D平方就會是0了 好 所以這時候D就會變成是0 就會變成是0 那但是呢 如果D是0的話 變成A是0 A是0的話 就跟我們一開始講的 A是0100 這個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這個例子為例的話 它就不是可對角化 那麼 是不是可以對角化 我們下面有幾個方式可以來判斷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 什麼樣的矩陣 它可以對角化 什麼樣的矩陣不可以 那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然後研究他們的 eigenvalue 跟 eigen space 然後呢 藉以來看看我們是不是 可以得到一些對角化的 insight 那麼這幾個例子裡面 A矩陣呢 它的這個特徵多項是 是這個-1-t 的這個平方 所以 eigenvalue 是1 然後呢 它的這個多重根 是等於這個 是兩次重根 那麼它的 eigen space 如果你去算一下的話 它會是這一個 E0 的span 就是說E0是一個 eigenvector 以及它的所有的倍數 那麼B矩陣的話呢 它的這個特徵多項式呢 則會變成是2-t 來增上1-t 它有兩個 eigenvalue 一個1 一個是1 一個是2 然後multiplicit都是1 兩個multiplicit都是1 兩個multiplicit都是1 E eigen space的話 以1來對到的那一個 eigen space 它是這個 是1-1 你把1-1帶進去 它也會變成是1-1 所以是1-1對到的是這個 eigen space 那麼2呢 所對到的呢 是這個 10 這個 eigen space 好 那麼C的話 它是一個 它的特徵多項式呢 則是這個 t平方加1 t平方加1 那麼 它的 eigenvalue呢 如果我們現在是實數的話 就是沒有 所以 因子呢 它也沒有任何的 eigen space 那麼這三個矩陣 哪些可以對角化 哪些不能對角化 那答案是 B可以對角化 A跟C不能對角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B如何來對角化 那B的對角化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 我事實上是用這個方式來做 我們可以看到說 2101 當你去乘上1-1的時候 乘上1-1的時候 那你會得到多少 你會得到1-1 你會得到1-1 會得到1-1 那麼2101來乘上10的時候 你會得到多少 你會得到20 會得到20 好 那得到20的話呢 我們這邊呢 再做一下 再做一下這一個 再進一步去做化解 再進一步去做整理 就是 讓它變成1-11 以及10來乘上1002 大家看一下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是 這個1跟這個2 這個1代表的是 1來乘上1-1 1來乘上1-1 得到這個1-1 那麼這個2來乘上是10 2乘上10得到的是20 所以呢 當你把這個b矩正 這是你的b矩正 然後這兩個項量呢 分別是從你的 i跟space 的那個basis 兩個i跟space 他們的basis vector 分別把它帶進來的 1-1跟10 你就可以得到 因為它這兩個都是 eigenvector 1-1跟10 都是 eigenvector 所以1-1會得到1-1 10會得到2倍的10 那麼一個是乘1倍 一個是乘2倍 所以它會進一步變成是1-1 10的1倍跟2倍 1倍跟2倍 1倍跟2倍 那麼今天這個 eigenvalue呢 如果我們把 eigenvalue 這個 所構成的這個 對角矩陣把它當作是d 然後呢 把這個 eigenvector 所構成的矩陣 叫做p的話 那我們就會bp等於pd 這個方程式出現 那bp等於bp bp等於pd 這個方程式出現之後 這方程式出現之後 就用一下這邊的空間 那我就會得到說bp等於pd 那麼我就會得到b呢 它等於這個b等於pdp inverse 也就因此b它就變成是可對角化 所以從這個例子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這邊用的是這兩個 互相並不是linear dependent 並不是互相linear dependent 這兩個項量 如果把它擺在一個矩陣裡面 它就變成一個invertible的矩陣 那當這個東西它是invertible的矩陣的時候 它就可以被對角化 那麼這基本上對角化就是因為有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麼a跟c矩陣都沒有 所以c的話其實eigenvalue跟eigenspace都是沒有的 好那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i i矩陣它有沒有特徵多項式呢 這個它也是有的 而且它的特徵多項式也是1-t的平方 然後它的eigenvalue是多少呢 那就是只有1一個 一樣也是multiplicity2 那multiplicity2的話 你知道它的eigenspace有多大嗎 dimension是多大嗎 那我們之前講過頂多就是到2 那麼同樣是同樣的這個 特徵多項式是1-t的這個a呢 它的multiplicity2 可是它eigenspace的dimension 就只有1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它是 它是沒有辦法對角化的 那如果是i的話呢 它的eigenspace基本上是 就是r2 基本上任何一個向量都是i的i 都是i的i矩陣的 eigenvector 所以它所有的向量通都是i跟vector 那它可不可以對角化 那它自己就是對角矩陣的 所以自己是對角矩陣的話 那它自己對自己 我們可以講說i等於i乘i 他也是可以對角化 那我們是除了從這幾個例子裡面去歸納出一個可對角化的這一個可能 我們這邊所看到的就是如果它沒有那種 第一個是如果有重根 然後你遇到說這個幾何重根數 代數重根數大於幾何重根數的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它就變成沒有辦法 它就變成不能對角化 那麼以b矩陣來講的話 它的因為兩個eigenvalue各自都有一個eigenvector 它這兩個eigenvector彼此之間也會是線性獨立 線性獨立的話會造成p矩陣 這個p矩陣它是invertible 那就變成它是可以對角化 好這是一個例子 我們再來看一個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有談論過的例子 從這個例子我們再看看我們能夠得到多少的inside 這邊的話 A矩陣呢 它的特徵多項式是這個t加1的平方 然後t-3 那它的這個eigenvalue就是-1跟3 那其中-1是這個兩次 然後這個3呢 它是這個一次 那它的eigenspace分別是 以-1來講的話 它的eigenspace是由這個100跟01-1所構成 那麼3的話 它是由這個 前面這邊-1應該是01-1所構成 重寫一次 這邊應該是01-1 而3的話呢 則是由0-1-1做space 這個詳細的計算 請大家自己去練習 那b的話呢 它是t-3的平方 來乘上t加1 那我們剛剛講過 它的eigenvalue一樣是1跟3 只是呢 multiplicity不太一樣 -1呢 是這個一次 3的話則是有兩次 那麼它們的eigenspace分別是多少呢 -1的這個eigenspace 是這個 是01-1 而3的eigenspace 則是100跟011 好 100跟011 好 那麼 最後一個這個c矩陣呢 它是一樣也是t-3的平方 到底加1 那麼這邊呢 eigenvalue呢是 multiplicity分別是 分別 multiplicity呢分別是這一個 1跟1跟2 好 那所以負1呢就會是 好 多少呢 負1的話 它這邊我們算出來 我這邊算出來的結果是 這個 100 好 那大家可以驗證一下 100代印去 就變成負100 那麼3的話 它所對應到的這個 這個 eigenspace呢 是這個 010 010代印去 都變3倍 那除了010之外 就沒有了 好 就沒有了 好 這三個矩陣大家想想看 哪些會是 可對角化 哪些不可對角化 那我們從eigenspace去看 從eigenspace去看 這邊它總共有 兩個eigenvalue 那個幾何從 幾何從分數是2的 它對應到兩個 對不起 代數從分數是2 對應到兩個這個幾何從分數 那 這個 b 矩陣也是一樣 3這個 3這個eigenvalue 它的 從分數是2 那它的這個幾何從分數也是2 那麼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為它找出 三個 這個 linear independent 這個eigenvector a 矩陣跟 b 矩陣都是找得到的 那 c 矩陣呢 你如果要為 c 矩陣找eigenvector 要找三個 這個線性獨立的這個eigenvector 是找不到的 你頂多說只有兩個 兩個方向的這個eigenvector 所以呢你要為 c 矩陣做這個對角化呢 是比較 是做不到的 那 a 跟 b 則可以 我們現在 以這個 a 矩陣 來做 來做例子 我們 a 矩陣 這個 a 矩陣呢 我把它寫出來 a 矩陣 我來稱 a 跟 b 矩陣 今天我要來製造一個 p 矩陣 這個 p 矩陣 從這個eigenspace 這些 這些項量得來 -100 012 跟 021 我把這個矩陣呢 拿來跟 我的 p 矩陣 定義成什麼 定義成 100 01-1 011 這些都是 a 的 eigenvectors 都是 eigenvectors 所以呢 你分別對這三個相當去做相乘的時候 他們就會各自乘上自己的 eigenvalue 所以 100 會變成 100 就會變成是-100 那麼 我在書寫上 我直接把 100 拿來乘上-1 我把起來這邊 所以是-1來乘上 100 那麼 010 01-1 01-1 則會乘上幾倍 一樣會乘上-1倍 一樣會乘上-1倍 最後一個是 011 它會乘上幾倍呢 它會乘上3倍 它會乘上3倍 所以就是-100 0-11 以及 033 會變成這三個項量 那這三個項量呢 就會變成是用這一個 同樣是這一個 eigenvectors 所構成的這個矩陣 來乘上 後面這個由 eigenvalue 所構成的對角矩陣 那麼這一個就是我們要找的對角的矩陣 diagonal matrix 那這個是P 這個是P 所以我們因此就有了 AP等於PD這條式子 當我們AP等於PD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 A等於P DP inverse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只要P是invertible 那麼這時候 A就是對角化 那麼P為什麼是invertible 因為P我們這邊可以找到三個 是linear impendent的這一個 eigenvector 所以它就可以做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麼同樣的道理 為B矩陣我們也可以做出一樣的事情 在這部分我留給大家做練習 好 所以呢從上面這幾個例子呢 我們呢 歸納出來的一個矩陣呢 是不是能夠 是不是能夠diagonalizable 是不是能夠對角化 就看看我們能不能為A矩陣 找到一組 eigenvector 它是構成了Rn的basis 換句話說就是你要能夠 找到N個linearly independent eigenvectors 換句話說 你能夠為A找到一組 能夠為A矩陣找到N個linearly independent eigenvectors 的時候 那它就是可以對角化 那麼 假如P是一個invertible matrix 那D是一個diagonal matrix的話 那麼今天A是否等於PDP inverse 就看說P的columns 是不是 是不是 構成 是不是由A的 eigenvectors 所構成的Rnbasis 來看 所以這個P矩陣呢 就會從A的 eigenvectors裡面去選 然後而且選 不但是全部都是A的 eigenvectors 而且他們彼此之間 還要能夠linearly independent 而且你還要能夠湊足N個 一旦湊足N個 它基本上就是Rn的一個basis 所以如果你的 eigenvectors 能夠在Rn空間裡面構成一個basis的話 那麼A矩陣呢 它就是一個diagonalizable的一個矩陣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AP 這個A等於PDP inverse 這樣子一個式子 就跟我們前面一頁所示範的是一樣的 好 那麼是第5.2的這個證明 在這邊 我想這個證明的這個步驟 基本上跟我前面所示範的這個2乘2 跟3乘3的例子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前面的例子 你有看懂的話 這邊我們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弄懂 假設A是一個這個 假設A是一個diagonalizable的矩陣 那麼存在 那麼就存在一個P矩陣 然後呢 而且是invertible 使得A等於PDP inverse 那麼D呢 是這個diagonal matrix D1到Dn的這個對角矩陣 那麼這個P會等於 P是等於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有AP等於PD AP等於PD 那如果AP等於PD的話 我們就會有AP 事實上每一個column 都是A來乘上P1 A來乘上P2 以及A來乘上Pn 那麼PD的話 則是P來乘上D1到Dn的對角矩陣 它就會變成是DP1 D1P1 D2P2跟DnPn 那我們把這兩個等號左右兩旁 一對照起來 它事實上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P1 每個P P1 P2 Pn 通通都是A的 eigenvectors 它們對應的 eigenvalue 分別是D1 D2到Dn 所以呢 這些D1到D2到Dn 我們先忽解不看 它是不是一定要重根 它可以重根 可以不重根 但是重點是 P1到Pn 必須要是invertible 也就是說 P1到Pn 必須是一個linearly independent 的一個狀況 那這時候APi 就等於Di Pi 而且P1到Pn 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因為這個P矩陣 它是invertible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說 Pin 它是一個 eigenvector 它所對應到 eigenvalue 是Di 那麼 如果A是diagonalizable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那同樣 如果我們得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出來 A是diagonalizable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 充分且必要的關係 A是不是這個對角化 就端看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一組 P1到Pn這個basis 他們通通都是A的 eigenvectors 然後 而且他們是linearly independent 他們總共有n的 linearly independent eigenvectors 在rn的空間裡面 這時候A就是 會是對角化的 好 那我們這邊來 我們就用這一個觀念 來看剛剛那個例子 剛剛那個A矩陣 好 一開始我們舉的那個例子 很厲害的 就有人告訴你 它答案是多少 事實上也沒那麼厲害 因為你只要你會算 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你自己也算得出來 好 所以我們對A矩陣 我們去算它的 eigenvalue 那算它 eigenvalue的話 就是去算它的這個特徵多項式 那算它的多項式 這個稍微化解一下 那得到說 它的這個 eigenvalue 分別是0.82跟1 那0.82跟1 我們分別去找它的 這一個 eigenvectors 那我們得到-11 -11是這個0.82的 eigenvector 你把-11帶進去 你就得到-0.82跟這0.82 你把15帶進去 那就得到這個 就對應到1這個 eigenvalue 那這個算法呢 也是一樣 算這個東西的 neural space 好 那我們把-11跟15 這兩個 eigenvector 湊在一起 它兩個是linear impendent 所以P矩陣就是invertible 所以我們就會有剛剛講的AP等於PD這條式子 那AP等於PD就是A等於P乘以DP inverse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A它就是一個可對角化的矩陣 它可以對角化是因為它的 eigenvectors 能夠找到兩個linear independent 兩個這個linear independent eigenvector 它構成了R2的一個basis 好那這一段的這個例子呢 我們先介紹到這邊